有一位受害人 他是曾經錄過片 希望在那裏播出 他今日都親身 已經來到這個現場 但是 但是 由于他受到的傷害 是大家 不能夠想象 那麽大的 所以 會由我們 關注組的 其中一位搞手 代他 發表他的經歷 大家好 我是這一個集會 或者這一個關注組的 其中一個教授 那麽呢 我會講一講以下 這位受害人的經歷 這位受害人 是一個男性 他在8月尾 9月頭 因為懷疑曾經參加過 早前的一些暴動 和刑事毀壞 而被拘捕的 他被拘捕之後 就送了去 某警署 警察 警察要求他解鎖 電話 進行檢查 而由於這位受害人 想保護他電話裏面的聯絡人 的私隱 所以他拒絕這樣做 但是 就正正因為他不肯解鎖 便是正正因為他不肯解鎖他的電話 他被警察用胡椒噴霧 鬥後鬥眠地噴落他的臉上 以及頸部 同時由於他的手被反鎖在背後 根本沒有辦法作出任何的反抗 當這位受害人在某警署逗留了幾個小時之後 他就被運到新屋嶺 去到新屋嶺的時候 因為雙眼受到胡椒噴霧的影響 而令到視野很模糊 受害人形容他最後是被帶進一間房裡 而那間房的環境是很黑的 當的過程當中 受害人聽到男性的慘叫聲 但是他就沒有見過任何的被捕人士 在房裡便要求 除去所有的衣物進行檢查 檢查他身上有沒有一些危險物品 但是那幫警察 新屋嶺的警察 他說 用解鎖扭犯的鎖鎖鎖住受害人 把他四隻腳 四隻手腳 四肢綁在腿腳那裏 其中一位警員 還用頭套去套住他的頭 其中一位警員就跟他說 如果你乖乖地說出密碼的 那是否辛苦 但是受害者 他依然堅持不肯說出密碼 是因為想保護 他電話裏面的聯絡人 接下来 这班警員对受害人 做出一个超乎想象的虐待 总共最少有两名的警员 去轮流向这位受害人撕虐 最终这位受害人 经过超过34个小时后 被送过市区某一个警署 再安排提堂上庭 由到被捕那一刻 直到上庭 这几十个小时内 他是没有见过任何律师 而警察也没有给他 有联络律师的机会 在上庭之前 警察为了消灭在受害人上面的罪证 他用了消毒药水和水 去帮受害人冲身 警方根本就由头到尾 不想受害人见到律师 就想隐瞒他们的罪证 而令到受害人求助无门 在受害人保释出来之后 他才知道他的朋友 在他被捕之后 是有话帮他找过律师 而律师也有尝试去 查询受害人在哪一间警署 和拘留设施 希望可以见到受害人 但是警方一直可惜的就是 他无法提供受害人 被关押在哪里的资料给律师 而甚至律师决定 帮受害人申请紧急人身保护令的时候 受害人就被人提堂上庭 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可以想一下 他受到的虐待 或者他应该有的权利全部丧失了 更加承受了超乎想象的酷刑 以上是这位男性的受害者 他的经历 多谢 其实这位男性的受害者 他本身真是已经拍了一条陆像 很希望亲身去说出他的经历 但是由于最近的白色恐怖 而这位受害人 是亦都还需要和警方有接触 他真是很害怕 他不想有任何一个证据 或者任何一个蛛丝马迹 是被警方去知道是他 我们明白 那这位受害人 都写了一段说话 是给这里的普罗大众的 他就说 首先鑑于安全 我只能够委托大会 代表讲出我的经历 还有我不可以 不好意思 还有 请容许我向今晚 来到出席的所有香港市民自怯 我不可以站出来 我深信 我不会是唯一一个受到酷刑 和性侵 对待的人 我很希望 今次我勇敢地说出来 是想为其他受害人 提供一枝强心针 勇敢地站起来 最后 他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光复香港 五大訴求 这位手足 是一位男生 他还点了一首歌 想送给在在的各位 愿荣光歸香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愿意这恐惧 勇敢地走 我愿意为信念 做无对抗 我愿意再留下 买出四个人 愿意自由 我愿意向我 再开心 虽然在买出四个人 在我愿意 是我女 最练之最難 也好 我愿意 我自由 美人三个女 也不愿意向她 和你 只会有幸福 제 我愿意向她 而 愿意向她 我愿意向她 看她 她 我愿意向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